你们知道100元人民币能换多少卢布吗 哈喽大家好小鱼啊 然后我的签证不是马上要下来了吗 咱们不是要出国了吗 然后呢出国的第一件事啊 签证咱办完了 第二件事什么呢 换钱 因为到俄罗斯呢是人民币是不同的 咱们只能花俄罗斯的钱 俄罗斯的钱叫卢布 咱们只能去换 因为我说了啊 就是在俄罗斯也可以刷银联卡 但是咱们的微信和支付宝就是不能用的 不像在泰国 泰国的泰国咱们的微信和支付宝 在有些商店都是能用的 但是在俄罗斯是用不了的 你只能用卢布或者是刷你的银联卡 但是银联卡的汇率非常高 所以呢我们习惯的是出国前 先去先在国内 把这个人民币换成卢布带出去花 这样这样呢是合适的 这样合适 所以呢今天呢 我就打算过来问一问 现在卢布换人民币多钱了 汇率是多少 然后看看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就换点 我是打算先换一万人民币 就带一万人民币出去 多了也没有 看一万人民币在俄罗斯 能花多长时间啊 因为我听说啊 现在所有人都跟我说 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在疯涨 因为打仗的问题 俄罗斯卢布现在不是很高 可能可能是啊 一百一百块钱 能换一千多点卢布吧 大概就是一 就是大概就是一比一 一比一百 是不是应该怎么说 我不太会算这个啊 就是一千 一百人民币能换一千卢布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上下差不了多点 现在呢就是俄罗斯的汇率呢 还是那么高 但是俄罗斯的物价在涨 疯涨很贵 说比原来贵了两三倍 所以说现在在俄罗斯啊 生活挺难的 就是什么东西都涨价了 很贵 所以说咱们就先准备一万块钱 先出去吧 咱们现在呢是去问问这个卢布 现在多钱 看看换合不合适 然后咱们换点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这个 我们隋分河这边这个我知道的换合地方 都在原来都在这个青云市场里面 现在我就到这个青云市场了 咱们进去看看 问一问啊 no 这就是我们这的青云市场啊 这个市场已经三年没开业了 前两天刚刚开业 还不到一个月 原来换合都在这里吧 咱们现在进去问一问啊 这个市场原来是我们隋分河最大的 对鹅的外贸 交易市场 现在没啥人 不是我想换卢布 来呗 来呗 咱进去问完了啊 然后就是因为他汇率是每天都在变的 我今天去问他是 就是他说的汇率我也不懂啊 但是我一说你们也能明白 就是现在是100人民币能换11111卢布 但他每天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们都知道国际这个国际上这个东西 像美元什么的 他是每天都有涨有落的 今天是这个价 明天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 可能这两天是这个价 后两天又不是这个价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100人民币能换11111卢布 然后我没下手 因为我想多打听两家 因为你们看见了 青云市场里面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啊 因为刚开业 然后换会那个去了人家不让拍 然后我们就这么聊的 然后你们看我刚才拍了个小小影 你们看上面有123456 那是他们换会的床子 他们换会都有执照 都是有执照的 然后一号床 两号 二号床 三号床 四号床 五号床 六号床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记了一下那个哥的地方号 然后我再找认识人 再帮我打听 打听 因为地方小嘛 就是认识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互相都认识 有的有认识的 我再问朋友 让他们再问就是朋友的朋友或咋样 因为毕竟咱不认识 有的时候这个换会 他们也要赚钱的 就是有的人给的高点 有人给的低点 如果你有认识人熟人 可能给你的会更低一点 就是你换的更合适 比如说他现在给我是 100人民币 给我11111卢布 可能我在找别人 可能就给我1112卢布 或者1200卢布 或者是就多点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总之咱们就是 谁给的最合适 咱们就上谁能换 也就是说 要是1万人民币的话 现在的话 就我刚才问的价钱的话 是能换 111111 1卢布 可能是 是不是这么算 我也不知道 数学老师 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你们不要见怪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今天先这样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在打电话问问 就是双相熟的朋友 他们有没有认识换会的 然后问问怎么合不合适 如果说合适的话 就是说 都是这个价 大概都是这个价钱的话 明天咱就上这来 就换就完事了 如果说 那个啥 如果说 那个 他给的不合适 就谁合适 咱上哪换就完事了 反正现在一两天 咱们就 要走了 咱们就可以 出发啦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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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